出于对亚加达疫情恶化以及马腰兰亚运村急诊医院病床告急的考量 亚加达省政府决定将亚加达北部的纳克拉格连家公寓的1至5号楼 作为新冠患者隔离的病房 目前准备的工作进展如何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亚加达第三区域连家公寓管理负责人Fida表示 由于国家康债机构决定停止自助新冠病患在酒店隔离的费用 因此亚加达省政府计划将亚加达住在区管理下的 纳克拉格连家公寓1至5号楼 作为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病房 纳克拉格连家公寓自2019年起出租给居无丁所的亚加达市民 公有十四棟楼,其中第十一至十四号楼已住满 而第一至十号楼目前控制者 如果开始就没有知道 所以我们在免费准备准备准备 所有的一楼有16楼 各自一楼有17裤 一楼有2楼 所以在一楼有255裤 一楼有2楼有2楼 五楼有2楼有2楼有2楼 但是在一楼有4楼有4楼 有5100楼有5楼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第二层的第九号隔离房屋 这里的面积是大于36平方米 大家能看到这里已经配备了一间客厅 还有两间卧室 现在我们来看看卧室里面 目前来看 有国家抗灾机构分发的一张平底床 还有一扇窗 这里的面积大约是长3米 宽2米3 另外在这里还有一间卫生间 而这里是厨房 厨房后面是一个通风的阳台 因此在这里进行隔离的病患 能晒太阳或者是一些户外的活动 这间隔离房屋可容纳2至4个人 菲田还补充说 他们只提供空房 而配套设施将由相关部门来负责 除此之外 公寓方也赠派了50名清洁工和30名技术人员 以确保隔离病房的卫生和设施的安全 美图新闻 李树珍 迪尔汉下 采访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